6月的拉萨蓝天如洗,白云悠悠,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如火如荼地进行着,为这片土地注入新的生机。 昔日的荒山渐渐披上了绿桩,新灾的树苗在微风中咬夜,云山、张子松、大果圆柏等耐寒、耐汉树种正逐步适应这片贫瘠的高山土壤,成为拉萨生态恢复的重要力量。 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项目启动于2021年,计划用10年完成营造林206.72万亩,旨在通过大规模植树造林和草地恢复,实现5年增绿山川、10年绿满拉萨的构想,有效防止水土流失,改善空气质量,让高原城市更宜居。 在实施过程中,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,总结起来主要就是缺水,缺苗,缺人。 在山上种树如果是没有这个怪盖设施,树苗很难成活,目前的各个造林片区都已经是先通了水,然后才开始造林。 拉萨市地处高原,气候干燥,降水量少,蒸发量大等因素让种树成了一项挑战。 面对这些挑战,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实施以来,通过选用适宜高原的树种,改良土壤,采用高效灌溉技术等方法,积极推动高海拔地区的植树造林,为改善生态环境,促进可持续发展而不懈努力。 摘着的时候,这个人啊,在里面就是挖坑不好挖,因为这个属于流沙嘛,而且有的地方特别陡,沙地在这个太阳的照射下也是特别烫的,所以说摘着这一块就很困难。 将这个引进的这个树种,就是张子松,我们一颗一颗的把这个山上摘上,然后把这个山上也是批上了一层绿衣。 造林绿化是一项劳动密集型的工程,从苗木繁育起运,植树穴开挖,树木栽植,浇水管护,网围栏架设,配套水电路工程建设等环节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,且不需要太高的专业技能,对带动农牧民增收,巩固脱贫攻坚成果,助推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在来北山造林过程中,也是让农民增收支付的一个过程,不管是保障性苗铺的建设,还是在山上的这个挖坑种树,都是我们本地农牧民继续参与的一个过程。 从我们初步的统计,去年的农牧民增收就有十个多亿。 高山造林不仅带来了环境的改变,也为当地民众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,提升了生活质量,展望未来,拉萨南北山的绿化成果将持续延续,这片绿色的希望将在高原的阳光下焕发出勃勃生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